说到底这一门靠演技吃饭的活,这世界只要脸皮够好,钱并不拿赚,尤其是某圈某些演员,只是一个表情,片头就能上百万,上千万,而乱演技,跟下面这些人比起来,却差了不知多少。 好,被麒麟逼顶了一下,头痛,牙痛,总之是痛,黄球衣内钩身后,一定是这辆路虎利用惯性原理,是强劲的气流产生冲击波,路上横穿马路的少侠,少侠好伸手。 兄弟,还少个圈室室冷一下,撞公交动作行如流水仪器和乘马公交车,表示,很痛最近重庆警方在处理一起交通擦卦事故时,发现一个非常可疑的事情,该男子在一个月以来,竟发生11起交通事故,这事故发生的频率简直不要太高,工作人员将十余起事故放在一起比对,发现每次出事的原因, 基本雷同该男子均为无责任方,这不得不让人怀疑,他是以为碰瓷针业故,后来警方通过调查还发现,该男子在一个月内因擦卦事故意获利一万多元,但因其手法专业,之前的车记录一形同虚设,所以,大家如何避免被讹上,还得讲究理论经验来人,抬走,如何防止被碰瓷,被人碰瓷该怎么办? 一,安装行车记录音,可以安装一个行车记录音,来记录行车情况,在出现事故时,提供资料或证据。 二,开车前多加检查开车前,检查车子四周是一个好习惯,这样不仅能了解车的情况,及时排除一些障碍。 五,还能避免一些碰瓷行为。 比如,有些碰瓷只会将箱子放在事业盲区,车主骂然启动撞到后,碰瓷者就会以贵重物品被损坏为由,向车主进行索赔。 三,遵守交通规则很多情况下,碰瓷都会出现在车主违章行驶的时候。 这时出现事故,车主手心就会心虚,更易接受私了。 所以,开车时务必遵守交通规则,不违规开车,文明行车,不要给碰瓷者可乘之机。 四,坚持报警处理被碰瓷之后,千万不要怕麻烦,一定要报警处理,很多碰瓷者也是害怕被揭穿的,如果你一再坚持报警,他就会停止碰瓷。 五,坚持到医院检查后,在赔偿如果存在伤者,一定要坚持到医院去检查,这样大多可以下退碰瓷者。 如果真的不小心撞伤了碰瓷者,也要坚持去医院做检查,并尽快通知保险公司,尽量避免或减少自己的损失。 事件万物,一物降一物,碰瓷的客星除了扭司机,也有大气侧漏道。 战绩本来所以,碰瓷不可怕,可怕的是你给。